看到大腿粗的群泽吓得我绕着走 正宗的米叶绘群泽还是风果形 有一种水墨荡彩的感觉 生长速度非常快 几个月就能现丝 这种交叉绕线法是典型的法面脚材 不可取 生长速度快 枝条密集 不建议绕线 不但绕线麻烦 拆线更麻烦 不绕线怎么做造型呢 点个赞 我们一步一步来 枝条分布可以用鬼迷日眼来形容 层次更是根伦棒道 剪掉乱五十三的枝条 和日本龙耸的拖枝 看起来就更绑扎了 大断头不要怕 给它了一个顺势而为 一番拿草的操作过后 看起来就滑刷了许多 想剪漏想买到香荫的树桩 就要接受它的缺点 便一步一步的去改造 巨口稍微挖一下 又是一个加分箱 发现根苗第一时间剪掉 嫁接的群子 生长速度会快很多 桩体大营养足 想要快速生长 还要把果子全部摘掉 做好了营养节约 再解决光照的问题 枝条太密 相互遮挡 受光不好的小枝条 全部清理掉 这里要注意 想要长粗的枝杆 顶枝不能剪短 生长快就做领囊枝法 只要调整一枝枝的角度 大水大肥放羊就可以 顶枝也用同样的方法 这种大妆成型需要三五年 慢慢熬吧 记得点赞 我是李湘璐 玩手机去了 明天再见